花莲县钥匙公会理事长也是钥匙全国会秘书长林毅君 这次列入民众党部分区立委第七顺位 预估是在安全名单当中 林毅君25号召开记者会 他呼吁乡亲政党票要投民众党 让花莲有再多一席立委为乡亲服务的机会 花莲县钥匙公会理事长也是钥匙全国会秘书长林毅君 这次列入民众党部分区立委第七顺位 预估是在安全名单当中 林毅君25号召开记者会 呼吁乡亲政党票要投民众党 让花莲有再多一席立委为乡亲服务的机会 我是林毅君 我是现任花莲县钥匙公会理事长 也是全国钥匙公会的秘书长 我是花莲人 我希望花莲能够进步 所以我这次有列入民众党部分区立委候选人 希望大家能够政党票投民众党12号 让义军有一个机会 能为花莲乡亲做更大的服务 在花莲建设上面 还有教育上面 都还有很大的空间 能够进步 还有能够为全国的人民的健康 能够受到更好的照顾 义军都会带立法院为大家发声 政党票投12号民众党 让花东多一席立委 然后能够让花莲更进步 柯P进总东部召集人林永志也强调 党主席柯文哲看到 花莲有许多需要建设的地方 因此特别为花莲保留了 一席不分区立委席次 他呼吁花莲人要投花莲人 要是全联会 也特别推荐他们秘书长 刚好还是花莲人 就是我们秘书长林毅君 那推荐给我们民众党 那当然我们这边也义不容辞 对于柯市长理念 他刚好也除了医药界以外 他也特别注重东部地区 那毅然决然跟我们所有的委员 那特别来商量说 有没有可能在东部地区 一个安全名单之内 所以目前在讲 民众党大概预估 大概是8到10许 目前预估是8到10许 那所以呢他特别 也这一次能够承诺 给我们东部地区一个安全的名单 所以推荐了很优秀的 我们的林毅君 希望说政党票 能够支持民众党 我们花莲东部地区 有一个在地的立委 那不管我们未来一起 是不管蓝的当选 或绿的当选 或我们圆山或山山 我们希望说结合所有能够结合的力量 那能够包括医疗 包括所有家庭建设 能够推我们花莲跟台东地区 能够继续来打拼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